第十五章 逼婚 蔡府中门大开 魏先生 请 管家蔡林恭敬中迎接一位中年人 这人就是魏仲道 不对 年龄对不上号 秦峰冷眼旁观 问一旁的前院管事蔡平 蔡管事 这位是 秦管事有所不知 老爷与何东魏家有救 所以咱们两家素有来往 今天来的这位 正是何东魏家新的组长魏继 魏伯如 蔡平解释道 又道 听闻当年老爷与这位继父亲 口头定下过两家的婚室 咱们大小姐采满精华 这魏继想来应该是提亲来了 秦管事 奇怪了 秦管事今天怎么心事冲冲的样子 蔡府正堂 哈哈哈 伯如来了 蔡庸在客厅里见到了魏继 魏继是何东的世家 在整个汉朝都有很高的声望 皆因魏家起名于汉名将魏卿 随后又有被立为皇后的魏子夫 虽说现在有些没落了 但因为前人实在是牛叉 在河东根深蒂固也不可小视 叔父 魏继此时已经有三十有余 是魏家的主侍人 见到蔡庸行李道 哈哈 伯如 不必多礼 蔡庸扶着胡须说道 一别数载 我父已经年迈 而叔父容颜易如往昔呀 魏继笑道 这小子 可会说好听话 哦 伯如你父亲可好 回禀叔父 我父亲身体也是贱了 只是年迈行动不变 所以这一次我过来登门拜访 魏继行李道 嗯 你们这些后辈都长大了 我们这些人也都老咯 蔡庸唏嘘不已 可叹自己只有一个女儿 如果早年的儿子没有妖王 今日也可以支撑门厅了 叔父 我弟弟魏仲道 年将若冠 素来以叔父等文人致事为楷模 致孝过人 姓真敬而明礼 我父年迈 近日时常提取当年与叔父之约定 见我要来府上拜访 特意嘱咐 务必要问一下 叔父 魏继从其踏上站了起来 行了一礼说道 蔡庸呵呵一笑 手扶胡须慢慢思量 这何东魏家乃是大家族 魏继现在是魏家的主事人 受儒学传家的影响 年轻时就有学成就 以才学继称 尤其以文章而名扬于世 年轻有为 日后必有大成就 魏继要是嫁到了魏家 也算是有一个好的归宿啊 秦峰这小子虽有才华 但是截然一生 就算是有成就 也是有限 在蔡庸心里 秦峰自然比不上何东魏家 何况秦峰还顶着 蔡府管事的名头 在蔡庸心里愈加不爽 他跟文姬在一起了 不如远来安马劳顿 且去客房休息 此时来日在意 蔡庸笑道 这件事情还要事先 先通知一下女儿才好 我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让她埋怨可不好 叔父 伯如告退了 蔡庸就只有一个女儿 人家自然是要考虑一番的 想到这里魏继也就告退 小姐小姐大事报好了 小蓝冲进房间差一点 摔了个跟头 什么树庆如此仓皇啊 蔡文姬放下手中的李婧笑道 这一段时间 可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因为有秦先生相伴左右 小姐 你还笑得出来 何东魏家的家长魏继来了 小蓝交喘着说道 何东魏家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小姐 你有所不知 这何东魏家是来提亲的 小蓝急忙将听来的消息告知自家小姐 秦先生与小姐可是天生的一对 这魏家来了可如何是好 提亲 什么提亲 魏家来了自己家里要提亲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来为自己提亲 蔡文姬竟得花容失色站了起来 手中的经书落在地上 也不知得知 小姐 怎么办 我将秦先生叫来吧 小蓝早就六神无主 转身就走 如果父亲答应 怎么办 宛如晴天霹雳 蔡文姬小脸煞白地站在当场 饶视她是财思敏捷 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小蓝姐 你这家伙别挡道 小蓝内心焦急 对蓝人的侍女喊道 小蓝姐 老爷 老爷过来了 侍女惊慌地说道 什么 小蓝急忙转身回去 急道 小姐 老爷过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要说这件事情啊 蔡文姬心理义已经有了决定 也就镇定了下来 这辈子 我是不会嫁与他人的 我这就去和父亲大人说 秦风欺欺然心里大骂 这何东魏家怎么早就冒出来了呢 记得当初可是董卓之乱后才有了这件事 难道是先来定亲的 古人真操蛋 提前好多年定亲 不行说什么也要把这件事给搅黄了 他心里寻思道 根本就没有看路 下意识里走着路 向路蔡文姬的闺房走去 路上的下人街行里 每日秦管市都会与小姐到那里 倒是没人注意 只不过今日秦管市怎么这么吓人 阴沉着脸要吓人的模样 好可怕呀 父亲大人 女儿绝对不会嫁到何东魏家的 蔡文姬浑身发抖 第一次与父亲这般大声的说谎 刚才听父亲大人的话 是已经要同意这门亲事了 过来自己是不过是事先通知一声 为了自己的将来 他也是拼了性命 蔡庸没想到女儿的反应是这么激烈 稳稳地说道 文姬 何东魏家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 魏众道年少有才 至孝而名礼 女儿之前一起绝对是不会受到半分委屈的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绝对不会嫁给那什么魏众道 让他娶别人家的女儿好了 蔡文姬流泪说道 明年你就要成年 也到了嫁人的时候 自古以来父母之命 蔡庸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确实想要他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我不听我不嫁 蔡文姬咬着嘴唇冷冷地说道 哼 这由不得你 魏夫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 难道要反悔不成 蔡庸也是气急 别人家的女儿哪里会这样 哪一个不是听父母的安排 这要是传了出去 其他人会怎么看 蔡庸家的女儿是没有家教的 蔡庸这一代大家 简直就是徒有虚名 自己的脸面可以说在这洛阳就丢尽了 想到此处蔡英就有些着急 嫁也得嫁 不嫁也要嫁 那我就死 蔡文姬一把抓过桌子上的材质刀 放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文姬不可 下意识就走到这里的秦峰 见状惊呼一声冲了进去 文姬为了自己居然以死相争 令秦峰感动的同时充满了深深的自责 当了 蔡文姬的材质刀落地 奔入秦峰怀里失声痛哭 这一世只有秦先生才是自己的夫君 可是我们真的能够摆脱这世俗的命运吗 蔡文姬以目视秦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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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